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学习HTML5绘图 那前面我们已经学了HTML5绘制文本 绘制矩形 绘制戒变 绘制路径等等 那这一小节我们看HTML5绘图 HTML5绘图呢 主要用到一个方法 就是招image 这里边参数是比较多的 那第一个参数是要画质image对象的一个道门对象 那第二个呢 主要这四个参数都是可学的 如果不写这四个参数的话 就是把园图大小给挥到我们的画这个Canvas上 那这地方就是要在园图上截取多大的区域 那是截取的坐标 这是截取的宽度和高度 那这个XY呢 是放在画板上 放在画布上的这个坐标是多少 那YS和HT是画在画布上这个图像的大小是多少 相当于对图进行什么呢 拉伸和缩小 好 接下来我们呢 我们写这个画图这个程序 我们先准备一张图片 在我地盘底下有一个阳命 这个图的宽度是230 高度是240 所以把它复制一下 放在我们的image里边来 好 我们直接拿我们的index2复制一下 copy 沾上 我们给index11 index11 好 确定 好 那我们把这个画板呢 给大一点 给上一个800乘以400 就行了 好 保存一下 那么看怎么来画图 画图首先我们要实力化一张图片 那var image 复制于 new image image.src 等于 image底下的阳命这张图 那现在我们用image.unload 当页面加载完以后 function 在匿名的函数里边 我们进行画图 然后ctx.jall jall image 这参数很多 我分别写第一种用法 第一种用法是 画园图 画园图大小 第一个参数 指定图片 那画到我们画板的什么位置呢 20乘20 这是坐标 就行了 好 用行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在2020的坐标 把图圆模圆样画出来 那第二我要对这个图 进行什么呢 比如说缩放 要对它进行缩放一下 那么就是 缩放 那么是ctx.jall image image 坐标呢 我们放在 200 300吧 30的位置 这个图呢 以前的宽度是 230乘 245 那把它缩放到 100 乘80 80 乘120的 大小 好 保存 用行一下 这地方给0了 应该给20 主要给上 后面给上四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放在画布的什么地方 就是坐标了 放到画布的坐标是多少 没有保存吗 放到画布的坐标注意是300乘200 这一点 那80乘120就是这个图的大小宽度 我强行把它缩放成80乘120的什么大小 那我们也可以对这张图进行截取 那么看怎么截取 截取 ctx.jall image 第一个参数image 第二个参数我从这个图的什么时候开始什么地方开始截呢 说头的这个地方大概就是 呃 x坐标是60的样子 纵坐标的话给上6060吧 从60 截到60 截多宽呢 这个图我要我要多宽呢 宽度 比如说我要截100的宽度 高度呢给120的宽度 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我们的500 乘20的位置 这是放在画布的什么坐标 然后画布的这个缩放 缩放这个不缩放那就是100乘1 把它缩放一下 比如说放大一点 呃100乘200吧 240 放大了一倍 好 再运行看一下 那这是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 66是从这地方开始截 截了100 高度截了120 截了这个区域 然后把这个区域又放到这来 放大了多少倍呢 放大了两倍 所以这个图就放大就就放大了 放大给你显示了 好 这是什么画图 如果大家把这段代码看懂 画图大家就学会了 好 画图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放到unload里边 才可以进行什么的 绘图 好 画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给大家玩